嗨!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我是冬哲 今天受到干杯TV的邀請來挑戰 和牛四七免費吃套餐 那在過去呢 就是我有來四七用過餐 那據我所知 我知道的四七他們在對每個季節的套餐 都會有一個精心的搭配 那對於這一次啊 今年的秋季套餐 我也是一個滿心的期待 那其實我已經迫不及待 想要進去來挑戰免費吃套餐了 那大家就一起跟我來吧 Let's go 由MINI介紹和協助燒烤和牛四七秋季套餐給冬哲吃 整個套餐吃完後 MINI會出五道與套餐相關的題目 冬哲必須答對一半以上 餐費就會由製作單位買單 但相反的如果答錯三題 冬哲必須自己付餐費 這邊上的是第一道和牛四七的招牌名物 我們等一下可以先幫我拿起那個白色的貝殼湯汁 就可以開始先吃魚子醬的原味 先吃上它的原味 會帶有淡淡的榛果香氣 或者是也有另外一種吃法的話 可以放在手背虎口去的地方 利用體溫做五至七秒鐘的回溫 它的風味會再更濃郁一點點 老師我可以講一下這個感受嗎 我覺得我有仿佛回到大海女青的感覺 那種魚子的藥洞 真的是感覺蠻不一樣的 等一下先吃第二個 是把魚子這樣平鋪在手捲的上面 然後尾巴比較長的海苔往上折 左兩邊捲起來像手捲拿著吃就可以了 這樣子它就不會掉下來 好那你可以餵我嗎 老師 我不要 好老師跟你開玩笑的 那我試試看囉 它是日本A5和牛的生牛肉手捲 然後用魚子醬的味道來做體味 我發現是第一口的感覺 就是 魚子醬的就是鹹味能夠提升 就是我們生牛肉的甜味的口感 我覺得就是蠻大 就是蠻溫和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真的是蠻適合當前菜的感覺 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嗯 幫我把這個打開 謝謝 好 這個是我們那個月之貴的吃驚養天 然後它是全世界第一支的氣泡清酒 它也是氣泡型桌酒 然後它可以喝喝看 它會帶有比較多像是熱帶水果 白桃 鳳梨之類的香氣 然後它跟香檳一樣是在做瓶裝做二次發酵 所以帶有比較綿密的氣泡感 所以它吃魚子醬配這個的話 跟香檳一樣是非常經典的組合 我覺得它喝起來的口感就是蠻有乳酸菌的感覺 對 女生都還蠻喜歡的 然後我們最後一個吃法的話 這個是Balik的冷煙燻鮭魚 它是用俄羅斯沙皇的冷煙燻法 然後它第一塊一樣可以搭配魚子醬 那第二塊搭配右下方 白色的這個是總愛講特製的酸奶 它會帶有淡淡的芥末香氣 這道菜的話 用紅色的盤子 想要呈現就是枫葉降落到地板上 形成一個紅地毯 然後開啟我們秋天的盛宴 這等一下會烤喔 好秋天的盛宴 對 就是紅地毯的感覺 有一種就是回到父親的懷抱 逆流而上 所以你是鮭魚本人 對我是鮭魚本人 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它要配酸奶嘛對不對 對 酸奶的話它是用希臘優格跟西洋芥末製成的 所以會有淡淡的芥末香 老師幫我鎖點不太會用筷子 老師有在玩食物 老師我想下一道的 我覺得越來越餓了 好 今天第一道的開胃菜就結束囉 好 那這邊慢上的是第二道的鮮腹 鮮腹的話它在日本的懷石料理裡面 它是一個開胃菜 對它是帶有季節食材 然後用比較季節的食材來提醒食客說 這一季的季節已經到來的一道開胃菜 那等一下可以先吃這個 白色圓圓那個 現在可以先用雙手把它拿起來吃 然後邊慢慢介紹 因為目前是走到一場最想要呈現的風味以及口感 對 那這個的話是西霧 西霧在懷石料裡面的話 它是一個輕口作用的湯品 那我們是用比較濕潤滑順的口感來取代湯 那底下的是全麥潤餅皮 想要營造比較像湯碗 那裡面放了比較多季節 像是石狗公秋季盛產的魚 還有銀杏等等比較滑順的食材 做比較清爽清淡的味道 去除上一道餐點的風味 然後來讓你慢慢的品嘗下面一道的餐點 讓味道上面不會有作別干涉 那第二個吃圓圓的這個是 YOU給日式生牛肉 那現在有看到兩個不同的顏色 深色的是栗子 然後白面白一點的是白藜麥 就帶有比較多乾草或是青草類的味道 那等一下不需要攪拌就吃兩個不一樣的口感 會有比較多層次的搭配 好 那我先吃藜麥嘛對不對 對 然後底下的酸牛肉的話 是用烤肉醬跟梅子醬油做調味的 這道相較於上一個 應該味道就會再稍微重一點點 沒有錯 而且用藜麥的話可以帶 就是酸牛肉雖然很軟嫩 但又有帶一點口感的感覺 QQQ 蠻有層次感的 然後再來我再試吃栗子的這邊 我覺得相較於剛才林麥啊 我覺得栗子它的甜又 把我們生牛肉的那個口感的甜味 更又再拉出來一點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吃法和感受 那老師那第三個呢 第三個是日本A5和牛的去骨牛小排的部位 然後上面搭配的是鹽烤蛤蜊 跟一點點烏魚子的粉末 等一下可以用那個壽司 然後沾著烏魚子粉 讓我感受海鮮跟和牛油脂香氣的紅狀 老師你說烏魚子粉是哪裡 這個黃黃的 喔 這是烏魚子粉 對 烏魚子的粉末 好 你要再加一點酒嗎 嗯 要 在第三樣生牛肉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有讓就是這三道的一個餐點 做一個稍微Ending的感覺 對 然後好像迫不及待要進到下一道 那麻煩老師幫我進到第三道囉 等一下要準備進入燒肉囉 說實際上這個的話是一口碗的日式季節濃湯 因為剛前面都是吃冷的 這個做一個暖胃的動作 準備接觸等一下的燒肉 然後這一季的濃湯準備的是蓮藕豆腐湯 然後基底是用柴魚高湯 所以你等下喝到蓮藕脆脆的感覺 還有豆腐比較滑順的口感 然後在上面有灑上一點起司粉 那這個是炸過的蓮藕片 就想要營造比較森林裡面枯木的感覺 也可以沾著濃湯一起吃 這個口感我覺得蠻特別 那你做事上這邊是總在講招待的置物 分別是釉香白菜 褲製雲耳 會蒸紅蘿蔔 你可以先吃 或者是搭配等一下的燒肉 一起吃做口味上的轉換 第一個吃是現在烤的這個薄片 這個是日本A5公崎的後腿肉 它後腿本身油脂比較少 所以我們是單面的燒烤 三分熟的熟度 維持它軟嫩的口感 那它本身調味的話是有用一點紅酒烤肉醬 所以會是有一點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老師這也太漂亮了吧 對啊這個是澳洲冷藏後切牛舌 然後這個又是也有用到柚子 底下是鹽味柚子是新鮮的柚子 第三個燒肉這個是我覺得最特別的 它的話是用腿三角的部位 然後上方白色的醬料是豆腐乳 台灣的豆腐乳 然後黑黑一粒粒的那個不是胡椒 是原住民的辛香料叫麻糕 所以它等一下吃之前 你可以先聞聞看它的香氣 會有比較像是柑橘橘檸檬類的味道 這個是我在外面燒肉 從來沒有吃過的口味 是不是很特別 嗯 馬告的味道好難形容喔 就是很難去比喻 對 就是在外面絕對吃不到的味道 好 這邊是下一道特選和牛越劍燒 這邊可以先吃吃看白米飯 這個是來自日本山芹縣的美姬米 它是用山泉水做灌溉 它的米粒比較大顆飽滿 甜度比較高 然後這個是越劍醬 第一底是特製的烤肉醬 然後搭配白松露油 馬尖的特選和牛 用的是日本A53型的紐約客 它油脂比較豐富 所以我們做單面的小烤 燒烤到有點金黃焦脆 把多餘的油脂逼出來 然後搭配醬料 均勻漲果之後 包著白米飯一起吃 那這種吃法感覺很像在吃壽喜燒 對對對 有點像壽喜燒 或者是自己營造壽司的感覺 真的滿爽的 它也是我們的經典商品之一 就是套餐裡面永遠都會長在套餐上 很好吃吧 好吃 而且這個杠黃醬很香耶 對 然後這個醬 這個醬我們原本設定 這道菜吃完就會直接搜走 可是客人有什麼 這個醬他很喜歡 想要搭配等一下牛排 或者是炊飯一起吃 所以我們最後都會留在桌子上 給客人一起做享用 我們要進入下一道 準備進入牛排囉 這邊是澳洲和牛的樂眼心 然後是M9加古醬 純洩和牛 然後你桌子上這邊的話是 一個無菜野菜的8吋盤 它沒有8到10種的季節時速 都是熟的也調味過 你等一下可以直接吃 我會建議先吃中間這個天婦羅 它是有炸過的晚香玉筍 這是天婦羅 晚香玉筍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種花 只是因為長得很像蘆筍 所以被叫做筍子 滿上的 裡面有花的 花那邊的話是比較嫩 然後下面是比較脆口的 然後下方有4個醬料 從右邊開始是法國的鹽脂花 特製的山葵尼 檸檬米曲跟青辣椒味噌 等一下蔬菜主要是搭配稍微食吃 那當然蔬菜味道不夠重 你站在一起吃也沒問題 那最下面這片是裝飾用的蒲葉 比較有像秋天落葉的感覺 在日本的話比較常像是 它會用蒲葉 然後可能包著肉或其他的料理 一起下去做烤的動作 它本身帶有一個比較特殊的香氣 好像是個白白的醬汁 再製得上個檸檬米曲跟青辣椒味的 你都沒有認真聽 這是還酸酸的 等一下它有一點米粒的口感 老師這個 感覺又好像 誒剛才是說菲力嗎還是 勒眼 勒眼 可是怎麼擦這樣 看我眼睛 這是勒眼星 它沒有帶到上蓋肉 所以它是比較紮實的口感 那菲力的話會是比較軟嫩 所以我們的牛排是也可以做升級的 可以升級成日本A5豪牛的菲力 或是下桌不一樣的 肉除了升級之外 他們都會有在增價 哇那真的很不錯 嗯 我想買一杯啤酒嗎 我們吹飯的話是每個禮拜都會做更換 總共有47種不一樣的口味 代表我們和牛四七 也是想要代表日本47個都道浮現 然後這個禮拜準備的是鴨胸腐飯 裡面的白米飯用的是日本三行線的美基米 跟剛剛前面一樣有介紹到 其實我們一般人在吃鴨胸 很怕鴨胸很乾彩 但是其實它是蠻水潤的 是蠻有彈性和口感的 所以整個口腸中呢 都會弥漫著很濃郁的一個香氣 來這季的鍋物的話 準備的是野燻牛肉鍋 因為秋天我們準備了非常多的菇類 然後我們湯匙上面有看到這個是酒鍋 是滿授權的酒鍋 它是釀造清酒之後的產物 等一下湯喝起來的話會微微的酒香 但是是沒有酒精濃度的 它富含豐富的美容價值 配料的話這個是香菇香肉丸 它裡面有搭配豪牛角肉在鼓閃的地方 這個湯我覺得超好喝 我覺得後面喝完這個湯 有一種軟味的感覺 而且我很喜歡吃竹生 因為竹生會有一個很淡的香氣 這也是做我們秋天菜單的一個結尾 老師萬一有人不敢吃香菇 可是這都是香菇怎麼辦 不敢吃菇我沒有其他的替代 但可能是定位的時候有任何的過敏原 或是真的不能吃的東西要提早功能說 才有辦法另外一桌準備 那你等一下就準備要吃甜點跟飲料囉 好 我們第一道甜點的話是這個季節大福 那這季準備的是貝茶麗香大福 外皮是貝茶口味的麻糬 會有淡淡的茶香 內餡的話是栗子泥 搭配一點點白巧克力脆片 那可以先跟飲料一起吃 那第二個甜點是這個酒魄稻香冰淇淋 那冰淇淋本身是酒魄可味 會有微微的酒香 跟剛剛前面加在鍋屋裡面是一樣的 然後底下的話是肉桂奶油醬 有灑上一點點黑胡椒 還有新鮮的無花果點綴和提香 盤子上面有一株這個是炸過的稻碎 等一下把我拿起來白色的米粒可以撥到冰淇淋上面一起吃 等一下這道甜點代表和牛四七三個很重要的元素 日本酒牛還有米飯 日本酒牛還有米飯 吃起來了 要不要筆記等一下要考試了 我去到腦子裡了 欸我是用麥還可以炸成像棒梨花一樣 對啊 就有點像瓮鼻胖的感覺 帶成錢 總要來講特別想要呈現 一個是我們經典代表和牛四七的 一個是比較有季節感的 好那我們要來考試喔 準備好了嗎 算準備好了 好第一題 第一題比較簡單 我們第一道明霧的盤子顏色是 紅色 但這不是我們的題目 題目的紅色代表什麼 想要營造的是 秋天的到來 對嗎 對差不多啦 秋天紅楓葉降落 然後形成了紅地毯 開設我們秋天的盛宴 剛剛前面還在講秋天盛宴 對對對這樣還蠻有故事感的 好像給你半分 0.5 好第二題是 先付的意思 剛剛也有問過 先付 先付錢 不是先付錢 先付是 先付 先付是 小菜的意思嗎 不是 不是小菜 再給你3秒 3 先付 前菜 前菜 好對 答對一半 再給你半分 先付的話 是用人家當季的食材 提醒時刻季節到來的開胃菜 提醒季節到來開胃菜 兩題得到了1分 第三題 燒肉三拼裡面 第二道燒肉選用的是澳洲冷藏的後切牛舌 為什麼是用澳洲的牛舌呢 我知道 因為日本的牛舌算是內障 所以我們說採用是澳洲牛舌 對 目前日本牛舌那邊內障類是沒有開放進口的 所以我們用的是澳洲的牛舌 總共獲得2分 再答對一題 或是兩個半題 兩個半題 就可以免簽囉 好 第四題稍微難一點點 我們用的米飯 是哪裡的米 因為我很喜歡乾杯 我想一下 是 星系的月光米嗎 完全不對 哪裡來的 叫什麼 老師有提示嗎 三型線的 什麼二重米是不是 你自己叫一次掰名字 太整了 所以不對 用的是日本三型線的美姬米 美姬 對它是用三泉水作冠 它是美麗的公主的意思 美姬就像大家喜歡用美姬的意思 我懂不懂 自己亂想一個名字 好 你目前還是2分 還有最後一題的機會 三千八還好吧 最後一題 甜點 最剛吃的甜點 酒破到香冰淇淋 代表和牛四七三分重要的元素 牛肉 牛肉是一個 然後 我覺得我一定會答對 酒和豆和米 對 日本酒牛還有米飯 好 勉強算你對 三題三題 好 耶 我免費吃到這一餐 那今天整體的套餐吃下來 其實是很溫和 並不會整套吃起來 就是大家對於日本和牛的那種 油膩的那種懼怕感 其實它吃完其實是有一種 淡淡的溫暖的感覺 那最後呢 我還是會請 Mini 老師來幫我介紹一下 秋季套餐的一個 販賣期間以及價格 那麻煩Minos喔 秋亞的話 我們販售的話 是秋季 所以是9月到11月3個月 然後12月就換成東亞了 那這集的套餐價位的話 是3800元 不包含水資以及服務費 那如果升級或是架構 今天都是在做令計的 推薦大家來做享用 今天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所有的介紹 那別忘了記得按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 按讚喔 謝謝掰掰 掰掰